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下午的新闻速递,我是淳子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下午的主要要文有 韩国国防部的发言人金明氏在23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就表示 韩国国防部将在今年的国防白皮书中 继续使用朝鲜政权和朝鲜军队是韩国的敌人这一措辞 而不会使用主敌的措辞 据悉,韩国国防部将于下周发布国防部白皮书 韩国国防部每两年就会发布一次国防白皮书 而金明氏就表示,韩国2014年国防白皮书中明确就指出 朝鲜不仅拥有大规模的常规军事力量 而且不断研发核导弹等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 还发起各种的武力挑衅 这对韩国的安全局势带来了严重的威胁 只要这种威胁持续下去 朝鲜政权和军队就一直会是韩国的敌人 日本内阁府仪器化学武器处理担当事 于23日宣布 26日将在中国湖北省武汉市 启动日军在华遗留化学武器的销毁工作 计划年内通过移动式化武无害化处理设施 来销毁保存在武汉市及周边地区的 大约120枚的遗留化武 报道称 中日两国政府相关人士于23日在武汉市 举行了销毁作业的启动仪式 该移动式处理设施 从2010年的10月起 就在江苏省南京市投入了使用 于2013年的8月完成了约3.5万枚 遗留化武的销毁作业之后 转移至武汉市 有报道就指出 1997年生效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就规定 日本有义务销毁遗留在华的遗留武器 1999年日本内阁府就成立了仪器化学武器处理的担当事 再来看一下香港方面的消息 前政务司司长许世仁以及新地高层的涉滩案 许世仁在高等法院判求7年半 并要向政府归还涉案的1118.2万元 有五项罪名成立的许世仁 部分的控罪需要分期执行 刑期原本共8年3个月 但考虑到许世仁的功绩以及品格的因素 则减扣9个月的刑期 而法官麦基智在判刑时就表示 许世仁05年获委任为政务司司长时 是香港经济最艰难的时期 许多香港人认为其委任是好事 他备受尊重口才也十分优秀 如果不是此案 许世仁可能是近年来最优秀的政务司司长 法官也指出许世仁有缺点 包括被形容为贪婪 为维持优质的生活而出现了政策的盲点 为自己争取了最多的利益 违反了公职人员的职责 令很多的香港人失望 法官又指 许世仁过去有很多的公职 例如98年打击金融风暴 应该记上一功 新一平的居屋单位 今日起开始派发售楼书以及申请表 吸引了大批市民到场 有市民就希望抽到居屋来住子女置业 也有公务户就希望购买居屋能够同出公共的资源 事隔12年再由新居屋院发售 乐福防委会的客户中心之外排满了想置业的市民 防委会今日就发表了申请表以及各个单位的价单等数据 新推出的2160个单位分别是沙田的美银院 美百院 全湾的上翠院 清一的清俊院 以及元朗的洪福院 使用面积为371至511尺 售价介乎187万元至326万元之间 而绿白表的比例是6比4 白表两人或以上家庭月入4.6万元或以下 单身月入上限为2.3万元者都有资格进行申请 社联调查就显示 有八成的贫穷儿童都会由母亲来进行主力的照顾 令母亲难以出外工作对家庭构成了财政的压力 社联在今年的6月至8月期间就委托了香港大学的民意研究计划 用电话访问了941个育有0岁至12岁儿童的家长 发现有8成2的贫穷住户儿童主要由母亲进行照顾 有5成3的家庭更表示没有其他人甚至是亲戚的帮忙照顾 社联的行政总裁就表示 各区的独立幼儿中心以及长全日制的幼儿学校名额严重不足 尤其是出生至2岁的幼童照顾服务 社联就认为政府应该尽快按照需要来增加相关的服务名额 看完了以上的要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经济板块的消息 首先来看一下港股今天的收盘情况 恒生指数跌74.88点爆23333.69点 国企指数跌66.28点爆11677.74点 从盘面上看跌多涨少 首先来看一下涨幅榜方面 友邦保险涨了1.8%为表现最好的蓝筹股 新鸿基地产涨了0.8% 中国联通涨0.6% 再来看一下跌幅榜方面 招商局国际跌2.3%为表现最差的蓝筹股 中国银行跌1.8% 中海又跌1.7% 尼加拉瓜大运河于当地的时间22日 在尼加拉瓜里瓦斯市进行了开工的建设 尼加拉瓜位于中美洲的中部 所处的地位十分重要 尼加拉瓜人的运河梦可以追溯到200年之前 而2013年的6月13日 尼加拉瓜的国会经表决就批准了尼加拉瓜运河的计划 于2014年的7月7日 尼加拉瓜运河委员会就批准了运河项目的路线规划 尼加拉瓜大运河的正式名称叫做尼加拉瓜运河综合开发项目 除了运河之外还包括港口、自由贸易区、度假村、国际机场以及公路 总体的投资额达到了500亿美元 中国的富商王静成立的香港尼加拉瓜运河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拥有了100年的独家规划、设计及运营 并管理尼加拉瓜运河和其他潜在项目的权益 修建期间预计会创造5万的就业岗位 而运营期间预计会创造20万的就业岗位 内地将于明年的3月起来实施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中军之业的常务总裁利瓦依旧表示 当局很早已经提出了不动产登记 市场早已反映所以不会出现抛售的现象 他认为有关条例是房产税的前奏 为政策的出台来进行铺路 他预期就算房产税推出对楼市的影响也不会过大 因为征税量不大而加上房价会有供求关系主导 利瓦依又指市场规范对发展商是越来越有利 不动产登记的条例不会影响公司既有的发展情况 会继续在一二线城市买地 但会避开三线和四线城市 德勤中国全国上市业务组的联席领导合伙人 郑星就表示 今年本港的新股出色表现 连续第二年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的新股集资市场 他预料明年本港人能保持前三甲的位置 估计明年上市的大型新股各自集资额只有约为100亿元 少过今年挂牌的大型新股 以至明年新股上市的集资额会有所下跌 但是不会反映本港的竞争力有下降 他指出 沪港通可以增加本港的竞争力 相信香港可以成为人民币的集资地 他又表示香港已经是亚洲的金融中心代表 相信将会成为亚洲区的资金停留的首选 另外他表示沪港通上月才开通 很多的基金公司倾向临近年底持有较多的现金 所以沪港通的交投比较淡静 他表示沪港通仍需要较长的时间来进行发展 才能见到港股带来的正面影响 今年的新股集资王万达商业首日挂牌 大连万达集团的董事长王健林 届17年终于成功将万达商业进行上市 王健林在上市仪式之后就透露 中国证监会已经批准万达院线的A股上市计划 近期就会展开发行工作 预料将会冲击A股的文化娱乐板块 随着万达商业在港上市 前中国首富王健林的身价就倍升 但是他表示做首富并不是他的奋斗目标 而是希望将集团打造成超级跨国企业 负财富只是一个数字 继续看好商业业务的发展前景 不担心网购会带来的威胁 他还表示看好包括文化、旅游、金融及电商 在内的万达系内的四大业务前景 他透露 内地证监会已经批准了万达院线 在内地A股的上市申请 但上市之后 公司会研究是否会将文化板块 在香港进行上市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的新闻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 现在香港的气温大约维持在16摄氏度左右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